遇到口吐白沫的骆驼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这种骆驼就像疯狗一样 跑起来比马还快 战斗力比狼还强 真会要你命 骆驼为何会口吐白沫呢 这种口吐白沫的骆驼 一般都是发情期的公骆驼 发情骆驼就像是疯狗一样 除了母骆驼之外 周围的一切都是它的攻击目标 它想弄死所有移动中的活物 即使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主人 它都不会放过 骆驼长着巨大的獠牙 发情期的公骆驼奔跑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70到80公里 甚至能追着人跑几十公里 网友分享 以前自己家就养着几只骆驼 后来听说附近一只公骆驼发情 咬死一个小孩就再也不敢养骆驼了 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小时候 见到骆驼发情后追着一个人咬 对方反应比较快 直接躲在了骆驼的肚子下面 原本以为骆驼找不到攻击目标后 就会离开 没想到骆驼直接躺了下来 将对方活活压死 在这期间周围的人为了解救受害者 拿出刀在骆驼身上捅了几十刀 骆驼都没有起来 遇到这种口吐白沫 驼风软啪啪向下弯曲的骆驼 一定要使出吃奶的近往前跑 一旦落入骆驼之口 或者被它压在身下 那就一点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种骆驼往往处于发情期 或者是处于十分饥饿的状态 变得异常狂躁 没有人能阻止它发疯 骆驼也会追着人咬 甚至能把人吃的骨头都不剩 发狂的骆驼有多恐怖 骆驼原本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动物 它们能在干旱的沙漠中存活下来 就足以证明 它们并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么温和 印象中的骆驼脾脾气非常温顺 还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在2020年 一只年近20岁的骆驼 被主人卖给另外一户人家 这只骆驼为了回到原来的家屡次出逃 在沙漠上行走了一百多公里 全身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 被卖八个月之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人 回到了原来的家 人在沙漠中迷了路 可以跟在骆驼身后 寻找躲避沙尘的场所 也可以找到水源 这些都表明骆驼是一种温顺的动物 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 而发情期的骆驼却一改常态 变得异常暴躁凶猛 看到人之后就会追上去撕咬 骆驼的咬合力非常强 一口下去能把马的脖子咬断 这个时候的骆驼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非常亢奋 在沙漠中四处释放自己的气味来吸引雌性 当然也有可能吸引到自己的情敌 两只公骆驼为争取配偶大打出手 丝毫不会手下留情 将对方咬死都是有可能的 脾气暴躁的公骆驼 如果找不到配偶 就会对周围的一切发起攻击 用嘴巴撕咬 蹄子踩踏或者踢打 或者将人撞倒在地后压死 骆驼发情似疯狗 追着人咬至其死亡 活着的骆驼能杀人 死后的骆驼同样可以 如果在沙漠上遇到一只发情的公骆驼 那么人在他的面前没有任何胜算 即使带着工具 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根据网友分享 发情期的公骆驼将人活活压死 人们用刀在他的身上捅了几十刀 都无法摆脱他的攻击 因此遇到发情公骆驼能躲则躲 如果在沙漠上遇到死骆驼 也一定要尽量远离 骆驼虽然已经死亡 但他体内的微生物还活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骆驼体内的微生物会将他的尸体残骸进行分解 形成二氧化碳 但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气体 无法顺利排出体外 这些气体越来越多 导致骆驼体内的压强越来越大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 因此 在沙漠上遇到死亡的骆驼 千万不要靠近 骆驼的尸体爆炸后 或许会把人炸伤 就算没有炸伤 骆驼尸体散发出来的气味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这种恶臭味会营绕在鼻尖 迟迟无法散去 如果光是有臭味就罢了 骆驼的尸体经过长时间的分解和发酵 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如果人的身上有伤口 那么这些细菌和病毒 也会进入人体 危害身体健康 沙漠环境本身就非常恶劣 很少有动物能在这里存活下来 但还是有一部分 生存能力较强的动物 比如说骆驼 再比如说狼群能在这里活下去 对于狼群来说 骆驼的尸体是难得的食物 它们会循着气味 找到骆驼的尸体 因此 在沙漠上遇到骆驼尸体 一定不能靠近 否则极有可能遭到狼群